仍然爱吃的第三鲜 您知道在家怎样做才好吃吗? 第三鲜是 茄子、土豆和青椒 鲜浓的味道 天然绿色的食材 多种食材的营养 让生味非常普通的食材 做成鲜爽无比的佳肴 今天 我就把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您的厨艺有所帮助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喜欢的家人一起做吧 首先准备一个去了皮的土豆 两个去了皮的茄子 配料青红辣椒 把土豆切成薄薄的滚刀片 茄子给它切成滚刀块 青红椒配料也给它切成滚刀块 第三鲜好吃的关键在于 这碗灵魂料汁 大半碗生命的源泉中 放入大半勺盐 一勺鸡精 半勺白糖提鲜 一勺生抽少许的老抽调色 再放入一勺蚝油提味 然后放半勺土豆淀粉 给它搅拌均匀即可 筷子放在油锅里有密集的小气泡 下入土豆快开死炸 挑起表面金黄给它捞出备用 茄子用少许的水抓拌均匀 再用土豆淀粉再次的抓拌均匀 等油温六成热下入茄子炸至表面金黄 再把土豆快倒入锅中再复炸10秒左右 捞出中盘备用 把青红辣椒用热油烫至5秒 捞出中盘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放入葱蒜小火炒出香味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 开大火把汤汁熬至粘稠起泡 倒入食材 放入少许明油亮芡 再放入少许的蒜末快速翻炒均匀 盛出中盘即可 这道经典的东北老菜就做好了 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免费的红心汉关注 今天的第三仙 您学会了吗 关注我 谢谢